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滤镜的部分 那我们在拍摄的一个过程中 如果添加某一些滤镜都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拍摄效果 那这个单元我们就滤镜的部分来跟同学做分享 滤镜采购上面有一些内容上面是必须要注意的 那并不是每一种滤镜都适合每一个人来使用 也不是我单买一颗滤镜每一台相机都能用的 首先要跟大家谈到的是 每一种滤镜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口径 那你必须要注意你自己相机的这个镜头上面的口径是不是相符 那通常来讲 比如说我们同学你是标准镜头或者是长镜头 或者是广角镜头 它的滤镜在使用的时候都会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支镜头的口径都不一样 所以你买滤镜以前呢 要先去思考 我这支滤镜买了到底是要给哪一支镜头来特殊使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必须要思考清楚 那当然了 这个时候你说那我可不可以买一片滤镜 然后每一支镜头都可以用呢 或者是每一台相机都可以用呢 当然可以 那如果有一组滤镜 想要搭配在不同的口径上面的相机 或者是镜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购买滤镜转接环 那滤镜转接环的部分 就可以把两种差异的这个口径 稍微来做前后的一个搭接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口径差异很大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利用转接环来做搭接的动作 小口径的滤镜呢 在大口径的镜头上面 多少的遮点光线 会造成画面边边角角的晕暗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你小口径的滤镜呢 在大口径的上面呢 这个时候 因为口径比较小 然后呢 你的镜头呢 口径比较大 所以呢 周边很快的 会有多多少少的遮点光线 那就会造成画面边边角角晕暗的一个现象咯 所以这个是自然的现象 所以前面有提醒同学 不要忘了 你要买滤镜的时候 一定要审慎的思考 好 为了使用方便呢 你可以把滤镜的名称 色彩 编号 滤镜系数等等资料呢 标示在滤镜盒上面 好 各位同学 你购买滤镜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附带一个塑胶盒 好 透明的塑胶盒 那如果说 当你买了好几片滤镜呢 你可能会弄不清楚 哪一片滤镜的效果到底是什么 好 而有一些滤镜呢 其实直接用肉眼看的时候 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好 所以这边就提醒同学 如果呢 你为了要使用方便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个滤镜盒上面基本资讯的一个标示 好 让你很清楚 每一片滤镜到底它的属性是什么 好 好 底下要谈的是滤镜如果越薄呢 那光学的性质越好 好 那相对的得到影像的品质越好 好 所以同样一片滤镜 好 你可能买到很多种不同品牌 很多种不同的单价 好 那你去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现 哎 他可能具有差异性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好 滤镜搭配你的相机 好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就跟你镜头搭配相机一样 好 也会都会得到不同的一个效果 好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同学好 你在购买过程中 你不要一次买很多片 好 你可能就自己最需要的 哎 买一片 好 比如说 嗯 很多同学会比较喜欢说 我拍外面环境的时候 嗯 我透过滤镜 让天空的这个朵朵白云 好 蓝天白云更完美一点 好 那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滤镜转换 好 然后再去转动这个滤镜的一个过程中 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这个品质呈现 那当然了 每个人虽然都套上滤镜 所想要的品质呈现 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好 那你先试试看 哎 那我买的这一片滤镜效果好不好 好 这个品牌搭配我的相机 情况怎么样 好 你再去往下 好 去购买其他的 好 好 越特殊的一个滤镜呢 实用的价值会越低 如果非不得已的话 不宜贸然购买 好 那滤镜的特性非常非常的多 滤镜的使用目标也都不一样 好 那像刚刚我讲到这个天空的部分 好 这片滤镜大概是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些滤镜呢 来具有柔焦的效果 好 这个也是同学偶尔会去买的 好 但是买这样子一片滤镜 我们通常跟同学会讲说 实际上当你在这个相机对焦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缺乏经验值的话 我会觉得奇怪 我怎么老是对不到焦 好 那我们都会教同学一些更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利用丝袜啦等等 好 这些都是还不错的一些 额外套用的更简便的方法 好 底下我们跟同学谈到这个滤镜的系统 好 那滤镜的套座呢 是利用连接环的 所损的一个关系 好 那通常呢 是套在镜头的最前面 好 那套在镜头的最前面 有一个这个套座的部分 好 一般滤镜呢 大概有四个凹槽 最接近镜头和最窄的一个凹槽 供圆形滤镜来做这个 旋转的一个调节 好 那另外三个凹槽呢 供方形滤镜来做旋转的调节 好 好 套座本身呢 通常是可以旋转的 因此呢 每一个方形的滤镜呢 可以调成角度 同时在凹槽的上下滑动 每个套座呢 可以同时装上三片方形的滤镜 或者是两片方形滤镜 再加一片圆形滤镜 好 那这句话讲什么 其实就很简单跟同学讲说 你可能要想做出你特别的效果 它不只是一片滤镜 好 你可以同时加两片或者是三片的一个滤镜 共同来做使用 好 底下我们谈遮光照跟衔接环 好 那遮光照呢 是我们在拍摄摄影的时候呢 最常使用购买的一个部分 好 那通常呢 是使用在长焦距的一个镜头上面 好 可以重复加多个遮光照 好 那遮光照也会有不同的形式 好 大的小的 好 那 可不可以缩放的 好 或者是固定的等等 好 那在使用某一些滤镜跟附件时候呢 必须好 是必须加上遮光照的 好 呃 比如说像一些衔接环 导引镜 或者是零镜跟彩色萌化镜等等 好 好 好 那你说 哎 那是不是一定要加遮光照 当然不一定 好 但是有的时候长镜头 我加上遮光照的时候呢 他对于光线的一个判定上面 其实会比较准 准确一点 好 那当然 呃 相机再加上遮光照的话 好 如果你遮光照购买的还蛮大的 好 那整台相机的这个尺度 好 看起来就好像会增加一倍的样子 好 那当然也是气势宏如 宏如啦 好 那要看看各位同学的一个需求咯 好 好 那再过来就是衔接环的部分 好 衔接环购买的时候 你可以把两个滤镜套作 好 来做一个衔接的动作 好 那使你可以同时使用五片以上的一个滤镜 好 一片一片的套作 好 好 那我们都知道好 你购买相机的时候最基本的好 你可能 呃 不见得不见得会直接去购买滤镜 好 但是你最起码好 好 会购买一片像滤镜形状的的一个这个这个所谓的保护镜 好 保护镜 那保护你这个镜头最前面的这个啊 镜啊镜面的一个位置啊 来保护它 那 呃 同样的哈 这台相机你已经加上一个保护镜以后再往上去套滤镜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底下跟同学谈一谈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啊 镜头的一个效果啊 特殊特殊的这个镜片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啊 各位同学你可能啊 比较常用的叫做柔胶镜 好 柔胶镜好 那柔胶镜呢又称为柔光镜 主要呢是使镜头的一个鲜锐的 好 比较锐利的比较啊 鲜化的一个描写好 适度的被柔化造成比较朦容柔和的一个效果画面 好 那柔胶镜呢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制作好 好 那我们在说哎 柔胶镜拿来拍什么呢 好 拍女孩子好 女孩子脸上长了巴巴的好 不好看好 那长的青春痘不好看好 那怎么办哎 我利用柔胶镜就有柔化的一个效果好 每一张照片拍起来都朦胧美好好 好 这张照片的方法有好 也是我们常用的好 好 那你可以去寻找一些薄砂啦 尼龙丝巾啦 好 那我们最常用的大概就是丝袜好 丝袜好 或者搓揉以后呢 再摊开的玻璃纸好 好 那这些呢都可以来代替柔胶镜好 代替柔胶镜好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丝袜好 或者是这个玻璃纸中间剪开一个洞好 然后再去拍摄好 那你得到的效果就是什么 哎 中间清楚的 然后四周模糊的好 他可以做出一些特别的一个效果好 再过来一个特殊的镜头我们跟同学谈十字文镜好 那十字文镜呢呃 也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好会被同学使用的好 那十字文镜的通常是一个无色透明的光学镜片好 在这个这个镜片上面呢 我去雕刻了一些交叉的细条纹 交叉的细条纹 让强光呢沿着条纹来做扩散 我透过强光扩散好 那这个时候呢在影像的成像上面呢 就会有放射状的一个光条好 好那这个是我们拿来拍什么呢 拍光光芒 拍光芒好 十字文拍光芒好 依照光源的状况而定呢 一般而言呢光线越强的话呢 越能呈点状的光源好 那背景越暗的话呢效果越佳 所以我们拿来拍什么拿来拍灯好 拿来拍灯拍什么灯拍车灯好 拍路灯好 那这些呢都可以形成十字文的一个效果好 那当然呢相机的调校之间呢要做一个配合好 因为你为了让这个光芒好更清晰一点好 光圈呢大概F的部分好开4到8左右是比较好的好 如果开的太小会干扰光芒的效果太大会模糊不清好 好如果使用单眼反光的相机的话呢 应该要缩小光圈好 那慢慢的你多拍几张去观察它的特殊效果 好 黑白摄影的话呢可以并用有色滤镜 以提高对比好以提高对比增加效果好 好使用十字文镜呢会有轻微的柔焦效果好 好可以用纱窗布来代替十字文镜好 纱窗布效果呢依照纱网眼的大小 还有纱网跟镜头之间的距离而定好 好通常呢这个镜面呢是使用于夜景灯光水面波光阳光 或者是商业摄影商业摄影上面你必须要有的光芒效果等等 好底下跟同学谈的是中辉滤镜还有镜射镜 中辉滤镜简称ND好那是带着中辉色的一个镜片 好中辉色的镜片我们前面有讲过 中辉色这个版面通常来讲就称为减光镜 那减光镜拿来干什么呢 它可以减弱光线而且不影响色彩 好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你可能这个在烈日当头之下在拍照 好那这个时候呢光线过分亮了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中辉镜片来做减光的一个动作 好下面一个叫做镜射镜 那镜射镜通常是一片凸透镜构成的 好那它可以缩短任何一个镜头的焦距 好缩短任何焦距干嘛 好我们说当你焦距短的时候呢 背景呢就会模糊 好背景就会比较模糊 然后呢这个背景的幅度范围呢就不会那么的大 好那有什么特性它可以凸显被射体的一个主角位置 好所以通常来讲好这个镜射镜呢都是作为近距离摄影使用的部分 好底下呢我们特殊镜头还有一个叫做偏光镜 好简称PL镜好PL镜呢是我们常用的 好会非常常用的太阳或的人工光源呢所发出的光线呢不仅具有直射的一个效果 而且还会向四面漫射哦 好当光线呢被光滑面等等反射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指向单一方向来回振动的偏振光 好称为偏光好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偏光镜的作用消除大气云层或物碍所称的偏光 加深天空的一个颜色 就是我们俗称的蓝色的话就是天空镜哦 也就是偏光镜那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好消影树木水面建筑物和其他像玻璃等等这些非金属表面的反光 好它可以消除反光提高你要拍摄主体的一个彩度 让景物更清晰艳丽好好它同时也可以作为减光镜使用 好那这些偏光镜呢还有叫红色的好叫红色滤镜好那红色滤镜呢 会把红色的反向颜色滤除好让画面偏红 好所以你加了红色滤镜的话呢画面就会偏红 相同的黄色蓝色绿色等等各种颜色的镜头 也都是将反向色彩滤除让画面的颜色更凸显好 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你一些特殊摄影 好你想要呈现某一些效果的时候 你可以运用一些有颜色的滤镜来做加以辅助的动作 好底下跟同学谈一谈使用滤镜的一个时机 好使用滤镜到底什么时候用呢 好好第一种情况好你可以来做调整画面色温的时候用 好调整画面色温的时候用 因为环境光源的色温呢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色彩结果 但是呢传统相机呢又不像数位相机有白平衡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绿色片来做一个调整色温的一个动作 好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数位式相机有非常多的这个滤镜片 好的一些效果会被含和在这个相机的内含选取上面 你也可以试着去利用它 好常用的滤镜 好 81到85这个是它的编号属于暖色净绿 滤镜的一个部分比较偏暖的 882是属于冷色滤镜 好然后第二种常用的一个时机是强调某一种颜色 好比如说想强调红色就用红色滤镜 想强调绿色就用绿色滤镜 好那比如说在拍摄花朵的时候呢 如果我加上黄色滤镜的话呢 就会让整个照片的色彩比较饱和一点 好那绿叶通常比较多 好但是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强眼 好同样的你在拍天空的时候呢 使用蓝色滤镜也可以让天空的这个蓝更蓝一点 好第三种使用的时机呢 调整画面过度的反差 这个特别指的是灰色渐层的一个滤镜 好灰色渐层的滤镜使用在风景拍摄的时候常用到的 好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太阳西下的时候前面有一列船 两者之间的曝光值相差七格 船跟细扬 那反差非常大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在底片中 把整个整体的这个立体关系表达出来 好那这个时候你拍下去的照片 不是天空过曝 就是船身过暗变成剑影 好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灰色渐层滤镜来降低反差 好降低反差 把天空的曝光值拉低 这样子呢就可以把夕阳西下映弦船的感觉给拍摄出来了 好这个情况之下夕阳美船也看得非常清楚 好底下一个单元呢 跟同学谈的是构图跟取景 好构图跟取景前面我们讲到很多基本的做法 好那构图跟取景就开始跟同学说 哎那你实物拍摄的时候到底有哪些的技巧 好设备技巧前面都讲完了 好这边我们开始讲构图的技巧 好那构图的技巧呢 这个单元我们跟同学谈主题取景 视相取景 人相取景的部分 好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跟同学谈构图 主题取景的部分 好构图的主题 好构图主题 你到底面对你要拍摄的主题呢 你把它定位在哪里 哪一个才是你的主题 在一片花海之中 你怎么寻找到你要拍摄的 好那我们就来先谈构图主题这件事情 好拍摄的习惯主题呢 通常位于正中央对焦 好那为了去凸显主题 通常我们会把正中央留下给主题的部分 好那主题居中的话呢 整个画面会比较饱和 好主题够大呢 饱和的照片也会比较整个填满空间 好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创造特写画面 好创造特写画面 那通常不留空或者是把留空的部分让它变小 好让它去做一个变小 好那有什么样子这张照片好不好呢 同学可以观看一下 好色彩的饱和度 好差异性 阴迷面的关系 好绿跟红之间的一个比例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同学有一些简单的建议 当你拍出这样子的好照片的时候 好你可以试着取直框 好取直框 好让景宽的左右好让框景的一个左右留的空间比较少 那上下留的比较大一点好 然后呢哎因为叶子花都是上下涨的嘛 好都是从底下往下上涨的好 好所以他就有一个拉修的感觉好拉长的感觉 然后呢哎这个时候主题就不要放到正中央了好 好你可以往下掉好主题重心在向下移动了 一些他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好比较完美的一个效果好 好那各位同学看到好右边的这张照片哎 你就可以看到嗯照片的这个尺寸比例好像没啥没啥 对好并不是我们一般拍摄的一个尺寸好 没有错好这个照片为了给同学看老师已经将比例好空间的这个 啊尺度比例稍微修整过了好但是在这边还是提醒同学 未来同学在拍照片的时候请拍出好照片不要做出好照片好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为了要跟同学讲主题构图的一个特性 所以特别经过了一些裁剪好那这个方法当然希望同学未来不要去使用它好 好再过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张好横幅的一个拍法好它是一个这个花朵好拍花朵的一个部分好景深好有没有看到哎 它的景深出来了好景深出来了好后面称的花朵跟绿草好就比较不会那么快的强调我前面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好那这个时候呢 当你观赏的时候除了看到花以外你就会看到什么哎看到天空的这个白云好所以跟前面那一张来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一张好 好前面那一张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说哎我上面到底有没有天空好我底下吃的部分到底是怎么长的好可是这一页好下面的这一页好你就可以看到它把主题凸显了好 好然后呢把景深做出来了好那你让后面的这个背景模糊好大片的天空揽出来了好这个时候你就很快的好不是看到一朵花而是感觉到花朵摇曳姿态那而且呢花朵因为有这个斜向的一个律动好很快的当你这个斜向的枝条好由右下往左上好移动的时候呢 就会做出很多画面分割的一个特殊性好那你就不会觉得哎这张照片过分呆版了好这是非常好的一张表现方式好底下我们来看一看哦好横幅的花朵的一个拍摄好那你可以看到哎这边又有两张还不错的同学的照片哦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讲到好你让你的面积稍微大 一点的时候好这个你可以看到紧身做出来了好那并且不要忘记把重心往下压一点然后呢东西不要是正直的正横的方向好你可以让他有一个斜向性好那这个时候画面会被去做分割好要注意的是什么背景色彩如果比较深而且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想办法好去强化这个花朵的一个色彩鲜艳那怎么样强化花朵色彩鲜艳呢第一个方法刚当然我们前面讲过的你可以用滤镜 第二个方法哎呃你可以寻找一下适合太阳光线的时间好适合太阳光线的时间好那这些方法呢好就可以让这个花朵好上面这张花朵的这个啊阴影上面好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好那色彩呢上面也会比较丰富一点好 左上角的花朵呢虽然是衬景好上面这张图好但是呢因为这个衬景啊拍摄的不完整就影响了我们什么呃视觉上面整个观点的一个啊优美性好所以呢你可能就说哎那你如果再往左边走一步让他呈现更完整一点会不会更好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需求啦好但是哎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人站在悬崖边了也不一定好再往左边一点这张照片也就不见了啊好因为人不见了好所以当然你在拍摄过程中好有非常多的一个限制好我们也大概在学习过程中都会很清楚什么是最美的但是现实环境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不被允许好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 思考跟调教的一个思考跟调教的动作好那下一个部分呢我们跟同学谈到视像取景的一个部分好视像取景的部分好所谓的视像取景呢好视像空间保留好可以决定构图的一个平衡关系好主题分量的多寡好你到底要把主题凸显到 什么状况相互拥的一个平衡关系好当你这个支条有了线条的时候你要去拉动它整个画面的一个平衡感好具有想象的尺度好你可以去思考哎这条线延伸出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好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最主要跟同学讲你的视觉呢好 好焦点延伸在这个关系好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右手边的这张图好你就会发现从昆虫的头部方向右侧流空间好你可以发现他的照片没有拍得很满哦左下角的地方满了右上角的部分流空了好流空了那又因为这个昆虫的关系 昆虫呢你会具有引导的一个特性好那你去视觉上面很快的往右上角延伸好如果呢你这个框框啊你把他的栩栩切掉了好那你让这个支扎蒙是完全满框的方式你就会觉得比较拥挤好好那又因为呢他的背景是什么桥底好那桥呢又是一个深色的颜色好所以很快的你又会更轻 清楚的注意到这整个三角形留下来的一个空间关系好那这张照片呢其实拍的还不错而且具有动态线条的一个引导好但是你就会觉得哎左下角好像又整个啊太拥挤了一点好有点想哎好像左下角的框线不够了少一点点了那又因为呢哎我们桥面虽然有色彩可以去做引导好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比较重的色彩好就会让这个主题给弱化掉了好所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主题更凸显哎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做思考的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告诉我说嗯加个绿色的滤镜吧好那这个时候哎可能还会得到不错的效果但是呢你绿色的滤镜一加你会发现哎你的主题好像太小了 好好好因为主题的线条非常的纤细好所以在拍摄上面呢又必须更具有一个特殊的专注力好再过来呢我们跟同学谈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人像取景的一个部分好人像特写呢是我们蛮常用的好那人像取景的时候呢分成几种方式大特写 特写特写好胸上颈好胸上颈好胸部以上的这个颈项好腰上颈腰部以上半身的颈项七项颈好你的膝盖好往上的颈项再过来就是全身颈好好搭特写跟特写呢拥有长镜头喜欢好取景的一个方式好你可以看到细尾的一个脸部的表情 而特写镜头的短紧深特性可以强调表现的主题特写可以强调表现的主题比如说前面讲过的阿嬷的皱纹阿公的这个胡须等等或者是小妹妹掉了的牙好主要取景采光人物表情正确都可以拍出还不错的特写效果而特写处理照片呢你必须要 非常注意你的框框里面对于这个你要表现主题的一个采切点跟这个线条关系的一个表达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好这边取了几个简单的我们的model例子给同学看一看这个是用小DC拍的哦没有景深的一个小DC这个时候你拍摄的时候就要非常注意我们背景 的一个深度好那这个是拿着小DC就在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前面拍下的一个照片好好那上幅上面的这一幅人像照片好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好你可以看到哎我选择的是胸上的一个位置好那你可以看到有几个线条好之间跟他来做一个相关性 比如说衣服的线条好那你也可以发现呢哎我们右边留的空间跟左边留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好虽然主题特性出来的但是我们流空的尺度不同好就可以行出形成出不同的一个效果好那下面的这个图呢好下面的这个图呢 哎是我们经过裁切以后来跟同学讲好怎么样裁切可以拍的更不一样好好左下角的这个图我告诉你说好我在这个肩上的一个尺度的时候好这个时候我可以适度的好把头顶做一些简单的裁切好做一些裁切然后呢因为我们的model好的这个领子好有树立起来的一个关系 所以也有一些线条来做一个引导好那你可以发现呢上图的这个部分因为他衣服颜色穿的会非常的花好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再呼到他脸部的一个表情而在下幅的部分好我左下角这张图的部分我们把部分的衣服拆掉以后就会发现你会去注意模特的眼神模特的嘴角好这些 注意度就会不一样了好好那右下角的这张图你又可以发现我又把它裁更多的时候我裁了什么呢好你可以看到我把局部的下巴裁掉了好告诉你说请你强化眼睛要给我的魅力好好所以这三张图好当你眼睛去看他的时候虽然是同一张图同一个人同一个场景好你可能看到 他想要表达到他想要表达到他想要表达的一个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希望同学在做人像写生的时候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不同的发展好那这门课程呢好这堂课程到这边我们告一个段落空间摄影与应用好这个单元结束谢谢大家